大家好,我是靈心社積塵 也是Google第二級的認證教育家 在我所任教的學校當中 我是有負責電子教學的推廣和培訓 以上這段影片就是其中一段 今次的主題是關於如何在Google Classroom裏面 製作和應用評分量表 今次就向大眾分享 希望可以幫到有需要的人 各位同工,你們好 今天這個培訓影片的主題 就是在Google Classroom運用評分量表 去批改作業 我們上一次那段影片就說到 如果我們是用Google Form 來發佈功課 可以用回入成績的功能 可以讓到登訓的過程中輕散 但我們也知道 我們透過Google Classroom去發佈功課 除了Google Form的形式外 還有很多可能會用其他形式去發佈 例如有些文字的功課 有些可能要去錄音 有些可能要用Google文件去打字 交功課如果不是Google Form 而是其他形式的話 我們就不能用回入成績的功能 我們有什麼辦法可以輕散一點 去做批改 讓學生可以 掌握得好一點 我就會在這裡推薦 用評分量表 什麼是評分量表呢 我會以中文科的課頁做例子 給大家作為一個示例 我想大家就會有一個比較清晰的概念 例如一些寫作的功課 如果我用評分量表 將課頁的準則 在這裡 大家可以看到 我按進去 可以看到這一次的寫作練習當中 會有幾個評分的項目 書庭 記序 文具標點 這裡有三大項目 每一個項目都會有 不同的 分數 由高到低 4分、3分、2分、1分 每一個分數都會有一個 一個分的描述 即是它屬於什麼的水平 這裡有些文字的描述 你看到這個欄目都有4分、3分、2分、1分 文具標點這裡有2分、1分、0分 每一個欄目都有一個總分 這一次的練習就是10分、滿分 當你設定好這個評分量表之後 同學就可以在 這個功課的版面 在指引的時候 他可以自己按入這個評分量表 了解有多少項的評分準則 容分是多少 他就可以了解到 我自己做這一份課頁的時候 我究竟有哪些點 會影響到那個 分數 他可以 針對地去處理 中文科裡面寫作的功課可以用到 評分量表 另外 我在 朗讀的功課當中 亦都有用到 例如這個做示例 有一個詩詞的朗讀 我可以按入這個評分量表 我將這個 朗讀功課分了兩個項目 比分 第一個項目就是 咬字清晰準確 你看到這裡 以同學 有沒有讀錯字 讀錯多少個字 會影響到這個項目的得分 我分了三個項目 6分、4分、2分 另外一個比分的準則就是 節奏流暢 分了四個等級 4、3、2、1 這樣 如果你去 發佈作業的時候 你這樣設定好評分 量表的話 就可以讓同學知道 我讀這個 朗讀的功課 我怎樣才可以得到這個分數 以及為什麼我會獲得這個分數 一會兒去到批改版面的視頻 大家就明白了 另外我第三個在這個學年 這個學期初 我有用到評分量表的課頁 就是在中一這一班裏面的一個詞語抄寫功課 我就叫他們按著我的指引 去 抄寫詞語 希望他們可以熟悉一些 那一幅書的心字 我就拿了一個評分量表 就看到 第一個項目就是 書寫正確 有沒有寫錯字 在抄寫的過程當中 第二個準則就是字體 漂亮不漂亮 整不整齊 同學做之前 就可以自己先按進去 看看這一次這個課頁 有什麼準則去得分 他就可以了解到需要 他們就可以去 去做 所以 不同的科目 不同的課頁 評分的準則都不同 但是 設定評分量表的原則 都是一樣的 按準則去分項 每一個項目裏面 再分為 按你的需要 去分為高中低 甚至可能再分得細 可能是上品 中上 中品 中下 下品 甚至可能九分中正分 九個等低 這個就看看理想有多細緻 怎樣可以 做到這個評分量表 我們可以 建立作業這個版面 你會發現右下角這裡有一個評分量表的欄目 但是沒有得按 為什麼呢 因為你一定要先 打去標題之後 你才可以設定評分量表 例如我舉個例子 好 月煲煉渣 包含名之後 你會看到 評分量表這裡就可以按了 就會有三個項目 可以是由零開始建立一份新的評分量表 可以是你之前 在其他的班房 其他的 工作當中你用過一些的評分量表 你重複使用 也可以從試算表回入 不過 第三項從試算表回入 我就沒用過 這裏我就給不到意見了 不過 如果你是第一次用的話 你不能重複 當然就要建立評分量表 由零開始做過 你看到 好像很複雜 其實就不是 你可以填那個準則 例如月報練習 可能這次這份月報練習是 評論新聞的 這個準則是評論的深度 我想這份功課10分 這個評分深度可能佔7分 這裏你就可以填 最高的等卡是7分 A few moments later 我將這個 評論深度這個準則 分了四個等地 按照學生 那個月報練習裏面的評論 你可以分數之後 你可以再加一些說明 你可以比較了解到 7分其實是怎樣 5分其實是怎樣 3分其實是怎樣 1分其實是怎樣 按照課業的要求去處理 一個準則不夠 10分 我只是佔7分 另外3分可能我加了一個準則 可能就是文具的通暢 然後我分了 3個等級 3分 然後是2分 1分 再加說明 時間關係 我這裡就不打了 這個可以來自己的設定 你就會見到這裡有個總分 就是10分 我看好之後 就可以儲存 這裡就搞定了 評分量表就設定了 當你發佈這份功課之後 同學就可以 在 那個版面 就是剛才的事例這裡 在這個作業的 說明這個版面裡面 就可以找到那個評分量表 了解到準則 和如何獲得等級 分數是提反的 如果你說 我之前已經做過一些評分量表 在其他課室或者在類似的功課 可不可以不要麻煩再打 可以的 按這裡 重複使用這個評分量表 然後你會見到 這裏是你自己的Google課室裏面 所有的那個 你之前已經封存了 可能是去年度的教室 或者是現在運作中的 你都可以在這裡看到 你就可以選擇 那個課室 然後 所有有用到評分量表的練習 他就會在這裡顯示 然後 你就可以選擇 你選擇之前可能說 隔了很久都忘記了那個評分量表是怎樣的 這裡有預覽的功能 你進去 就可以知道 剛年的那一份練習 那個評分量表是什麼 看看合不合用 合不合用就選取 如果你覺得裏面有些東西要編輯 你可以選取之後再編輯 或者你現在這一刻就編輯 也可以 上一次的閱步練習的評分量表我覺得適合用 我就在這裡重複 10分的 你這裡也可以變回10分 接著就可以出作業 所以評分量表的 設定 就是這樣處理 教完如何製作評分量表之後 就到批改的部分 正好 我這班同學就有個閱步練習 我還沒改的,因為剛剛發佈了 這段時間 假設你設定了評分量表 你現在要批改 這樣就會方便很多 舉個例子 例如這班一號同學 他做了這份練習 我設了兩個準則 概述事件和個人感受 就是要他們看完這篇新聞之後 用幾句話語 去歸納這件事件 這裏 佔四分 你看到我看完 我覺得他歸納得很好 很準確 我給他四分 我直接在這裡按 這裏就四分 你看到總分這裏就一路 十分 拿到四分 然後就有看完這篇新聞之後 月後感受的疏懷 我覺得他說得十分好 疏懷得十分 是有深度 我又可以配合那個事件 第六分 我按下去這一格 然後你看到 他就幫你自動計算了分數 如果你說在這兩個 在評分兩邊的準則以外 還有一些 個別的評語 想跟那個學生說 你就可以在這個 新增的私人註解 例如你想讚他 你可以說做得非常好 然後你記得要這樣張貼 然後這一份就改完了 你就可以去下一個同學 同樣做法 例如今次去這個 一般而已 輸懷也OK啦 我就按了 例如這個 很差 他歸納得一分 概述欠準 但感受都OK 舒華德都很深刻 好了 給五分 你看到 你用了評分兩秒之後 你批改的時候 你就可以 去直接 減選 那個 準則 會自動幫你計算一個總分 這個就是評分兩秒的方便之處 另外 由於 貨業的類型 你不會 變化得太多 所以你制定了一次的評分兩秒之後 你是可以 重複再使用 可能是在其他班 或者是同一班之後有類似的課業 例如我朗讀的功課 我是會不斷有的 一個學年 我製造了一次之後 我可以下一次 可以再 採用同樣的準則 不過裏面的一些條款 可能有修改 我便再到時 再編輯再細改 到時 去給分的時候 就會方便很多 亦都給同學 可以 很清晰知道 究竟 為什麼我取得這個分數 你亦都可以省了 寫 很細緻 很 詳細的平原 你可以 停了分 按了等待之後 可以自己看 這個就是評分兩秒的好處 事前 給同學 可以了解 供課 的需求 事後 他可以 很具體 了解到自己 得到什麼的等級 和那個等級 代表什麼 這個就是評分兩秒的好處 所以都鼓勵大家 可以按照你科的性質 去供課的那個類型 你可以考慮一下 去用這個評分兩秒 就住今天評分兩秒的內容 講解大約就到這裏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多謝各位